大家好! 大家好! 昨天我們介紹了不同的酒店、酒店、旅館的日文讀法 我們今天就講一下我們去到這些旅館的時候 在這個前桌上你有機會用到的日文短句和一些單字 第一個你去到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說你是訂了房間或是沒有訂房的 這句的會話我們可以讀作 予約しました 這句就代表你是有訂房 如果你是沒有訂房的話 你就可以用 知ってません 所以整句的讀法就是 予約してません 所以如果你是沒有訂房的話 你就可能需要用到這句問句 你問一下他現在還有沒有空房 或者是吉的房 我們叫做 他的日文是 あいてますか? あいてますか? 有下一個要說的就是 當你入到酒店的時候 我們這個叫做 check in 或者你在last day離開酒店的時候 我們會叫做 check out 他們兩個的日文讀法 分別是 check in check in 還有check out check out 好 我們第一天去到 你可能會早了check in 因為他很多時候 酒店的check in time 是3點 我們這些 充滿血拼精神的女士 可能很多時候 搭凌晨機去到 其實7-8點就會去 check in 那你就想先放下行李 然後再去血拼 那如果你要說放下行李 之後再回來拿回 我們的日文是怎樣說呢? 荷物を置いてから 後で取りにくる 荷物を置いてから 後で取りにくる 那這裡很簡單 拆開那句單字給大家看一下 拆開那句單字 拆開句句子 介紹一些單字給大家看一下 那首先 荷物 荷物就是行李的意思 置いて就是放在那裡 那就代表你放下行李 然後下一個 後で 後で 就是遲些 稍稍的意思 取りにくる 就是取り 取り 拿回 くる 就是來的意思 所以整句就是 我現在先放下行李 然後我遲些再回來拿回 那最後 這組單字 就是 當你填一些方法的時候 有機會會看到的 例如你可能在酒店 你要填一些入住的方法 或者是這些名詞 單字 你有時在其他方 例如有景表 都會看到的 那希望幫到大家 在填表的時候 不要填錯 那首先 我們說一下 在名字 我們可以叫做 名字 名字 或者 締名 締名 都代表是寫下你的名字 第二個 就是你的住所 你可以読 住所 或者是 アドレス アドレス 就是 アドレス 最後一個 可能它會叫你 留下你的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的日文 我們叫做 電話番号 電話番号 好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關於住宿 還有很多東西想分享給大家 所以我下個星期 會繼續講一下住宿的日文 會講一下你進了房間之後 會看到的單字 或者一些短句 所以如果你喜歡 留意這方面的日文 記得下個星期 也要看我的影片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要追蹤我的IG 和Facebook 謝謝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下個星期再見 再見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和IG 那裡會有更多日本的資訊 再見 再見 拜拜